大医院医生不告诉你的秘密之,南瓜与豆浆,蒸煮。可防止退化性息关节炎与防癌,降血糖。 南瓜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果实,果肉与种子均可食用。 据称南瓜的野生祖先,原产于墨西哥,瓜地马拉一带。 古代的阿兹特克,银家和玛雅印第安人用南瓜自然食物。 现代品种有大量甜果肉,很可能是印第安人选择突变种栽培的结果。 南瓜营养含量丰富,可食,可饭,可菜,可药,是重要瓜类。 据报道,日本北海道有一个村子,村民以南瓜为主食,这村子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,因而南瓜成为风里日本的天然食品。 南瓜含有蛋白质,糖类,脂肪,纤维素,钙,链,胡萝卜素,维生素C,现票令,精氨酸,瓜氨酸,天文冬氨酸,胡萝巴碱,甘露醇等。 新鲜南瓜含有90%以上的水分,热量很低,约30千卡100克。 但南瓜是维生素A的油质来源。 南瓜花含95%的水分,其所含热量,16千卡100克,较低。 对有意控制热量,在沙拉,汤和灰菜中可食用南瓜花。 南瓜子含有丰富的热量,553千卡100克,和丰富的蛋白质,铅,铁和磷。 因此,每天只要食用28克的南瓜籽,就会在膳食营养中发挥明显作用。 南瓜子含有南瓜氨酸,脂油和尿素分解酶。 脂肪油中的成分为亚麻仁油酸,油酸,硬油酸等甘油脂。 南瓜子含有抗癌作用,南瓜子对人体子宫颈癌细胞培养猪JTC26。 在体外筛选有抑制作用,抑制率在90%以上。 其他上有抗血吸虫及驱虫虫作用,南瓜子有恶异日本血吸虫在动物体内向肝脏移痕的作用,用以治疗血吸虫病。 驱除虫、蛔虫,对牛肉虫或猪肉虫的中段及后段都有麻痹作用,使变薄,变宽,结片中部凹陷。 南瓜在现在医学研究,可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高血压、糖尿病以及肝脏的一些病变,又被称为防买食物之一。 南瓜所含的甘露醇又有通便功效,可减少粪便中毒素对人体危害,对防止结肠奶有其功用。 南瓜饼加上牛奶,可作为发育中儿童的营养餐。 在以黑糖米做南瓜饼的甜味剂,可补铁的不足。 南瓜肘 南瓜五十克,糯米六十克,红枣十克,加适量红糖,煮粥日浮两次,连浮五天,可日中气不足,神疲乏力。 南瓜汤 南瓜汤 南瓜二百五十克,煮汤,饮汤十克,早晚各一次,连十一月,可治糖尿病。 生南瓜 每日食五百克,空腹,连浮两天,可治回虫。 生南瓜汤 生南瓜汤 生南瓜倒汁浮二百。毫升,可解压片毒。 南瓜籽 至焦盐粉,黑沙糖掉时,一日数次,可治百日咳。 南瓜 南瓜豆浆蒸住防止退化性膝关节炎。 进入冬天时节,天气也已逐渐失寒,在这个时候老人家的膝关节也特别容易酸痛。 有人比喻这个现象,如同,气象台,一般,在别人还未觉得是冷前,老人家。 老人家的膝盖 的膝盖却已先觉得不舒服了,这就是所谓的,腿化性关节炎。 事实上,腿化性关节炎,就是关节元骨经过多年的使用。 受力所造成,它不但是元骨磨损,也会造成周围的滑囊发炎。 如果不及早治疗,严重者将会使骨骼膜质缺损。 甚至变形,形成所谓的O形角,即X形角。 现在电视广告所言,蹲下去,站不起来,就是此种疾病。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,腿化性关节炎即已变成了流行性疾病。 据统计超过55岁的人,80%以上在X光上已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。 其好发的关节已叙是远端指关节,膝关节及宽关节。 所引起的症状有疼痛、肿胀、变形与活动受限,因而造成的后遗症包括。 生活品质低落、肥胖、心血管疾病、高医疗支出与高社会成本。 据统计它是美国第二大无法就业的原因,且估计每年对经济影响650亿美元,可见其对社会的影响。 哪些人容易的退化性关节炎呢?肥胖的人,特殊基因遗传的。人。 年纪大的老年人,骨骼排列不正常的人。 关节受伤的人与关节长期承受重量大的人,都是医学界认为的高危险群。 南瓜及豆浆。 预防退化性吸关节炎秘方,一人粉。 1.取豆浆一碗及南瓜一碗,南瓜将外皮吸进颜皮带子切成小块。 2.将各一碗南瓜及豆浆倒进锅子或大碗宫内,放入电锅,外锅放8分满两杯的水,按下开关蒸煮。 3.煮好后当早餐吃,还蛮好吃哦。要持续天天吃,可预防退化性吸关节炎,五十肩,肌腱炎等。 3.愚价是5.0分量。 4.给晾光煮好后再继续心地吃。 4.先用午饭。 5.您喷好后还是几乱。 7.要消耗充耳前,摇晒通流。 4.如已经有严重退化性膝关节炎者,在晚上9点再吃一次,持续吃3个月就有明显好转。 5.此秘方寄出国律游时70岁陈太太告知,她10年前发生退化性膝关节炎,到各大医院求医并打玻尿酸无效。 医生建议做人工关节时,朋友告知此秘方而开始持续吃3个月后慢慢好转,现一刻到处旅游。 5.南瓜营养相当丰富,含有多重维生素及矿物质,据医学研究南瓜能促进人体离岛素的分泌,增强肝肾细胞的再生能力,可以有效地防治糖尿病和高血压。 5. 而且南瓜中含有一种能分解致癌物亚销胺的酵素,可以消除亚销胺的致癌作用,减少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生率。 5. 而南瓜的相关,食谱有南瓜籽,南瓜浓汤,南瓜欧方开里,南瓜米粉等等。 5. 中医认为南瓜胃肝,性温,无毒,具有不忠义气,消炎止痛和解毒杀虫之功效。 5. 民间把南瓜比喻成素火腿。 5. 因为南瓜中所含的一些成分可以中,和食物中的农药及亚销酸盐等有害物质,而且南瓜中所含的瓜氨酸可以驱逐寄生虫,所以南瓜开发了很多种的保健疗效食品。